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本赛季NBA不知不觉进入尾声 东部凯尔特人早早四到林横扫步行者 轻松挺进总决赛 整体来看 从常规赛到冬角 凯尔特人一路都没遇到压力 包括对手核心轮番倒下 一定程度上也吃了伤病红利 而西部这边 独行侠大比分3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森林郎搬回一局 森林郎慢慢找到了应对独行侠的办法 但前提是爱德华兹身边 要有第二得分点堂司 而已经告别的球队 像西部的快船湖人 东部的热火熊鹿等 君子不守轮 却是让人意外 但还有的豪门球队连击后赛都进不去 就比如勇士 他们本赛季的支出4亿美元 可以养活7G独行侠1.67亿 加森林郎1.66亿两队薪资总和 勇士附加赛出局后 关于球队的未来 几个方向 首先就是总经理小邓立维 早早确认球队未来 开支不会像本赛季这样 高昂的付出却没有任何回报 其次 作为球队的元老供需 勇士不会不给克莱开合同 但按照薪资专家分析 两年4500万美元左右是正常标准 关键是联盟其他球队 根本不可能给克莱更高的价码 保罗注定要离开 因为他的非保障合同 恰恰是勇士缩减薪资的最好方式 而伴随本赛季季明加加波杰 加木迪加戴维斯等年轻人成长 勇士会慢慢完成过渡 但二年夺冠的这一批框架球员 拿水开刀 福布斯专栏记者伊万确认 勇士会积极推销维金斯 勇士三名随队记者斯拉特 卡瓦哈密 汤普森都确认 勇士方面惊吓除了控制支出之外 继续补充护矿手和第二的分手 围绕库里和追梦步墙 同时给年轻人更多成长空间 比如考虑骑士的阿伦 但球队首先要送走维金斯 当然 实际情况更无情 因为就在本赛季交易截止日前 玩具媒体就曾透露 勇士当时就曾评估维金斯交易价值 但是得不到足够心意的交易筹码回报 维金斯还剩三年合同 分别为2628万美元加2822万美元 加3017万美元 要注意 这份合同是维金斯降薪签的 22年勇士夺冠 维金斯被认为是夺冠二当家 但得到的合同是4年1.09亿美元 为什么是维金斯 22年夏天勇士夺冠 维金斯吸决格扣动泄棋 总决赛把塔杜姆彻底防住 但是过去两个赛季 维金斯的表现逐渐滑下神坛 22-23赛季场均17.1分5篮板 只打了37场比赛 无限期休战的原因 不爱皆不得而知 而本赛季维金斯打了71场比赛 场均只剩下13.2分4.5篮板 两项命中率低至45%加35% 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本赛季维金斯一度被贬为替补 库明家作文首发 关于维金斯的表现争议 用随队记者的话说 一度引来队内很多不满的声音 包括附加赛打过王氏出局 克莱石中林还有媒体为他开拓 而维金斯全场11中4拿到12分 却引来一致的口诛比伐 库里连续两个赛季结束后都曾表示 希望和克莱 格林终老勇士 但是可没有维金斯的名字 首先克莱是不可能走的 克莱之前所谓的到自由市场试水 包括像76人 魔术对克莱有意 都是假象 除了在勇士 克莱可以享有这般球权和队内地位 库里不惜牺牲自己的球权给克莱兜底 换个球队 克莱早就失去上场时间了 换句话说 勇士还在为克莱之前贡献的四冠 而让他躺在功劳部上 上场时间可以减少 但不可能走 格林更走不了 他就适合勇士 失去他库里的功能降低一半 就连科尔都无法实现他坚持的传接体系 所以库唐春是铁打的银盘 其他都是流水的兵 而维基斯不仅有平体品 库明加打四号位效率比他高 本赛季场均16.1分4.8篮板 关键勇士这几个大合同 只能动维基斯才能补强 至于佩顿和卢尼的合同 只能做天头 用完区媒体的话说 哪怕是用维基斯换来了空气 勇士都能节省7000万美元支出 算上超级收纸税 到今年夏天 还会有球迷记的两年前 魏金斯为了帮助勇士缓解薪资压力 在薪资专家分析的军薪 3500万美元左右 自己见到2700万美元的光辉事迹吗 但魏金斯表现挣扎 也不能全怪他 勇士又牢不可动的根基 库腾锥 有漫漫上位的选秀新人 库明加木迪等 都是自己培养 就魏金斯一个外来人 再见库里 再见勇士 用魏金斯自己的话说 他控制不了那些传闻 只能专注于自己眼前的工作 在如今动辄四五千万大合同满天飞的年代 魏金斯只要正常发挥 场均18分挣2700万美元军薪合同 其实算非常超值了 但只是因为在勇士 他得不到预期的尊重 只能做牺牲品 期待魏金斯下一战 能够继续发光发热吧 至少魏金斯已经拿到总冠军了 二相保罗 哈登 魏少 乔治等人 还遥不可及 然后另外一边 快船被独星侠淘汰出局 流言不断 还要传出魔术 愿意拿出两一顶新签哈登的消息 只能一笑了之 从已经确定的快船管理层态度来看 球队会继续相信伦纳德 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伦纳德在一月份和快船完成 三年1.524亿美元续约后 乔治和快船管理层长达四个月时间里 续约问题一直没能达成一致 用洛杉矶媒体的话说 乔治挑出球员选项成定局 76人演员A计划就是保罗乔治 尼克斯也对保罗乔治虎视眈眈眈 但无论是什么结局 快船会努力促成先前后患 哈里斯回归也好 兰德尔加盟也罢 快船会继续保持风险双星配置 但有一个小细节 却让人颇感意外 铭记马克斯泰因确认 快船队老江控卫保罗和洛瑞 非常感兴趣 本赛季保罗卫勇士出战58场比赛幸运数字 场均9.2分3.9篮板6.8助攻 三分球命重率37.1% 入瑞本赛季辗短热祸和76人 出场60场比赛 场均8.1分3.2篮板4.2助攻 三分球命重率39.2% 首先可以确定 如果这两人加盟 只能是底薪 因为快船没有薪资空间 其次 为少下赛季工资总额为400万美元 快船当然可以加嘛 而为少也带球员选项 从季后赛起 为少就没有再接受过任何采访 但是在自己社交平台上 为少明确表示 自己愿意承担任何角色 做出牺牲 希望让球队变得更好 快船想干什么 总裁弗兰克明确表示 希望哈登和乔治留下 但给乔治的薪资 不会超过伦纳德的年限和数额 哈登更不会 乔治离开与否不重要 快船不会用乔治一张大派 换几张小牌 注定还会有新球星加盟 包括愿意继续做出牺牲的 替补空位微少 在此基础上 还要引进老将 还要引进空位 难道快船要组建五老巨头 本才见哈登赋予快船的下限 是分居前四 在他的串联和侧应下 小卡和乔治确实出勤力提升 今后再只是因为 小卡又到了每年一次的抗坑阶段 但客观事实是 当小卡倒下后 快船只能依赖哈登 缺少突破直球点 这可不是保罗和洛瑞能解决的 他们更老 跑不动了 站在保罗的角度 下赛计价值3080万美元 代球队选项的合同 保罗基本上拿不到 用专栏记者匹克斯的话说 保罗很有可能被交易 或者直接裁掉 忧郁勇士 还要留住克莱 还要为之后苦名家家 穆迪等人心合同成空间 保罗离队城定局 保罗生涯19年 就差一个总冠局 他真想夺冠 很简单 去凯尔特人做替补 或者去带年轻的雷霆 其实夺冠希望都比在快船更高 快船管理层相信了伦纳的五年 每年都让人失望 快船的以员目标反而还是老将 仿佛活在十年前 他们能顶住东泄奇和欧文的冲击吗 能健康坚持到季后赛吗 最该离开的不是乔治 而是哈登 哈登为了总冠军离开火箭 这四年时间里 从在篮网报杜兰特大腿被嫌弃 到在76人报恩比得大腿失望 再到肖卡这里让人绝望 哈登薪资牺牲几千万上亿美元 其实他已经回不去了 用薪资专家的话说 哈登下一份合同 大概率是一加一或者二加一 军薪很难超过三千万 只能说哈登运气真的太差了 在篮网是最好的机会 可惜欧文被电伤 联盟一路护送熊鹿夺冠 到76人也有机会到冬绝 恩比得险东险西 季后赛还没有统治力 快船更糟 伦纳德直接上不了场 最关键的是 快船管理层的态度 为什么要以员后卫 说白了肯定有对哈登不满意的成分 其实哈登真想夺冠 需要接受两个事实 有可能去打替补 薪资有可能降到两千万 甚至一千万以下 去扮演绝对的绿叶 最好的例子就是霍勒迪 帮助熊鹿夺冠 又帮助凯尔特人打进总决赛 至少哈登在快船是很难实现了 西部竞争还如此机灵 或许凯尔特人惊吓圆弄夺冠后 休赛期会有很多老将主动投奔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哈登进后赛角色作用越大 球队距离总冠军越远 哈登自己都说 他只需要一名关键球员了